趕快來帶您關心一下 今天整體的天氣狀況 大家非常關心的就是說 這個青台米塔到底什麼時候 會影響到台灣呢 我們就先來看到一下 青台米塔它目前的速度是 每小時23公里的速度 目前是先朝西來前進 我們接下來會轉往西北溪 往台灣的方向而來 從這個路徑的前視圖上面 就可以看到說 未來這個暴風半徑 還有可能會掃到台灣 因此目前在上午8點半的時候 預計中央氣象局 就會先發布海警特報 海警 先發布海警 那麼再接下來可能 在明天晚上的時候 還可能會進一步的來發布路徑 那麼接下來就關心一下 這一段時間累積雨量狀況 是怎麼樣子呢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雨量大概都是集中在 北部以及東部的部分 也就是說這個天氣狀況 並不是因為青台所造成的 而是因為這個東方海面上 水氣比較多 而目前在這個東北風吹下來 陰風面的部分 水氣也是比較多的 因此可以看到 累積雨量主要就是集中在 宜蘭地區的雨勢是比較多一些的 因此中央氣象局也是持續的 來發布大雨特報 我們就來看到有哪一些範圍呢 包含了基隆 雙北以及宜蘭 還有花蓮都發布了 是在好雨特報的範圍當中 那麼桃園的部分也要嚴防大雨 再來關心到的是今天一整天的天氣狀況 北部地區降雨機率40% 那麼氣溫的部分 普普通通大概23度到30度之間 那麼中南部地區天氣是會好一些的 天氣狀況比較穩定比較不會下雨 但是一樣要嚴防 午後雷震雨發生的可能 降雨機率20% 氣溫是來到24度到33度之間 那麼東北部地區降雨機率是最高的 要特別注意剛剛講到的宜蘭 雨下的比較多 降雨機率70% 氣溫24度到33度之間 那麼東部地區呢 降雨機率是緩一些些 但還是有降雨的可能 降雨機率30% 氣溫24度到31度之間 那麼外島的澎湖金門 馬祖大致上都是非常良好的天氣 再關心到的是接下來的天氣走勢 今天的部分呢 要特別注意的是 北部東部地區的雨勢 是比較多一些些的 要特別留意降雨 尤其是堤瓦地區要嚴防積淹水的狀況 那麼呢 在今天預計八點半的時候 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那麼呢 來到了明天後天 也就是颱風影響最明顯的時候了 所以呢 在明天的時候 可能會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但這個部分還要再來進一步的觀察 因為它的路線 隨時都可能再做出修正 那麼預計呢 到禮拜三之後呢 這個颱風遠離之後 就會回到一般很穩定的 秋天天氣形態 但是還是可能會有下雨的可能 在幾個小丁年鷹提供給您 主要呢 一樣是在堤瀉面的部分呢 北部東部地區要特別注意 嚴防大雨 那麼中南部地區呢 可能會有午後雷震雨的發生 但是大致上 白天的天氣還算是穩定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 高屏地區呢 它空氣品質是比較差的 出門在外 可能要戴個口罩會比較好一些 那麼明天開始 就要特別注意颱風的發生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之四